通常我們檢查我們所謂的DH的電液器 我們現在看甚麼呢 看裡面的接駁位有沒有接駁載 還有看有沒有接駁載 還有看我們有沒有電線外路 首先這條水線就是因為要看我們所謂的推進度 這裡的電液器一放進去 我們同時的電液是暫停的 我們再看看 我們的電液器有這個數據表 我們看到這個初級是8-1左右 刺激溫度是24屋左右 我們怎樣做呢 我們就會拿這個電子標 看看它會進去電子檔 好 我們看看 我們輸入的 首先我們要300元輸入 然後我們的輸出等於它的初級電眼 看看一看 那是115的 同時的位置差不多 都是當它是8-1左右的 我們再看看它的C級 空載 我們會把波線搭過來 然後把黑色線放在鼻線上 看看 20W和24W 其實都差不多 我們都當它的數據是1指 我們的黑色線放在鼻線上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準備燒一下 試一試電液 剛剛 我們可以這樣試一下 我們看它有沒有電壓 來 電壓 380V 現在399V 也有差不多 那麼 我猴身要穿 那我們 空載 就是剛才我們的初級 有幾屋呢 就 29屋 這個 1-3 2 1 3 3 4 4 4 8 5 4 4 4 5 正在燒的時候 30多鍋都是在我們Hokin的燒烤 燒烤的燒烤 燒烤的燒烤 我們所說的電子牛 電機在哪裡呢 是在燒烤的 就是燒烤的 燒烤的燒烤 燒烤的燒烤 開關鍵就是在這個位置 開了之後 就開了我們的電 好,開了機了 因為燒烤的燒烤 我們會量一量 空載的時候是多少 我們看看 空載的時候是25W左右 我們現在試一試 燒烤的時候是多少 燒烤了 我們這個燒烤 還是要分別的 我燒了 我們燒到的電壓 是50W左右 就是叫人們充滿 都可以燒烤的 結果是終於 有些燒烤的燒烤 有燒烤的燒烤 可以燒烤的燒烤 以及貝爾一燒烤 就被燒烤的燒烤 走到燒烤 有些燒烤 就有些燒烤 有些燒烤的燒烤 都不足夠燒烤 有多燒烤的燒烤 可以燒烤的燒烤 非常燒烤